誰知道了 因為我之前有拍攝 其實我自己有一個關於自己的影片 那會更加多了 我會不知的故事 其實還有的 之前我們等機會說給大家聽 微微也有 是 我之前也有遇過的 但我看了她那個之後 我覺得她那個好像更爆一點 但我們的生態是一樣的 也不是想害怕 但是又很想去理解那件事 但是又 那一刻就控制不到 還有我覺得很多時候 當你遇到之後 你會給自己一百個理由去解釋這件事 沒錯 但是不是解釋到 就有時自己又 十五十六 嗯嗯 那晚等了很久 都慢慢慢慢就睡覺 但也開著燈 但我有時覺得開著燈 它絕對不得人害怕 因為你如果看到怎麼辦 不行 那一刻真的要害怕 那一刻真的 那一刻真的 那一刻真的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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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我就是 那一刻我就是 在床上睡覺了 關電視 關燈 我一躺下 她就是一個鬼飛出來 哇 好可怕 那你開不開開燈 好可怕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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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可怕 真的 因為我之前呢 我有問過一些朋友 如果你說是關燈恐怖 還是開燈恐怖 那他們覺得說 啊 關燈好像很黑 好可怕 但是我說 如果你開燈 你見到我豈不是更恐怖 哈哈哈哈 那你自己平時 在外面穿住的 開燈靈光 我關燈的 我一定要長小一點 但是我很醒睡 我也有的 我之前在馬來西亞 其實我遇過一次 但是我不是看到 就是我感覺到 我都說我床頭那個收音機 它會自己響 然後我拔了一個插鈕 它會轉女聲 即是男聲的廣播轉女聲 不是 我不知道 它拔了 整條線拔了 但是它定期會叫我起床 早上六點 哈哈 但是我們可以溝通 哈哈哈哈 即是不要這麼早 八點啦 哈哈 但是它很準時的 六點每天早上六點 哈哈哈哈 可以聊聊一下 再聊聊到